我们其实要带大家来关注到 就是钻石公主号邮轮 现在停在日本横滨外海 现在在这个船上的确诊人数 已经高达了20人 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必须要 待在舱房里头隔离14天 我们要关心一下 他们现在的状况如何 不少人就抱怨说 简直像是被关在海上监狱 有乘客说自己快要闷出 幽病恐惧症 也有糖尿病患者因为食物不够吃 可能会出现昏迷的状况 而船上有20名台湾人 还包括了这位知名的魔术师 程日生 他今天透过脸书直播 跟大家分享 他在船上的隔离状况 他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同时他情绪也很激动 粉业表示说没有人自愿生病 不过仍然不忘打起精神 要大家一起加油来战胜 听到要被隔离14天 钻石公主号游轮乘客 倒抽一口气 而我国魔术师 程日生 人也在船上 那在基隆港下船的时候 必须讲 这时候老翁还没有确诊 所以根本没有人知道 是真的 大家回了基隆港 隔天 到了 冲绳 才接获到这个消息 陈日生连书直播报平安 过程中频频叹气 心理压力可见一番 那我必须坦白跟大家讲 你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根据陈日生说法 所有乘客都隔离在房间内 餐点全由工作人员送到房门口 他哽咽表示 没人自愿生病 也感叹病毒无情 美国一对夫妻也正在接受隔离 根据当事人照片 可见两人下船期间 可能到过圆山大饭店 跟中正纪念堂游玩 船上乘客抱怨食物不够吃 药品也不足 形容就像被关在海上监狱 只希望能平安度过 这14天的惊魂祭 留人好逼